我本是家装 你这身上带的是什么呢 这是护具 因为我得这个是脊柱策拉嘛 我第一次做手术嘛 哦 他要带很长时间才行 你今天来向谁告白啊 向妈妈告白 妈妈为了我付诸太多太多 她二十年都没有回过自己的家 我想让她回家 你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一下 因为我很想就知道妈妈的一个秘密 她不是我们村里的人 她是越南人 她十七岁打工的时候 被骗来这里 然后逼着和爸爸结婚 她一直都很想走 有一次坐着火车回家 但是还没有到家的时候 她想起我 她放不下我 所以她又跑了回来 这么多年 就是二十年了吧 妈妈一直都没有回过她自己的家 所以我想让她回家 我外公一直在找她 六月十八号来到了我们家 外公是怎么找到你 因为我做手术 需要十多万嘛 我妈妈就找那个当地的记者 就是上报纸了嘛 然后我舅舅上网看到了我们的事情 然后就找到了我们家 那我有点不明白 妈妈既然离开家都这么多年了 她干嘛不愿意跟着外公回去呢 要你来告白劝她呢 因为我们家里 其实都是靠妈妈来打工来挣钱 我奶奶她们都不喜欢她 如果妈妈走了话 这个家就不能再生活下去 她是根本连家人见都不想见 还是不愿意回家 她不想见 见的话外公一定会把她带走 我们编导告诉我们说 外公今天来了 他现在还在我们的第二现场 我们把第二现场打开 你还能站吗 能 那么回个声 来问一下外公 你好 外公 旁边的那位男士您是 我是李娜的舅舅 你最近一次见李文粉 什么时候啊 差不多现在时隔将近二十年左右 二十年你没见到姐姐了 没有 姐姐走的那年你多大呀 懵懵懂懂的 当时我 我才上了小区二连级 但有一个问题是实在的 也许您的姐姐李文粉 离开家里太长时间 她不敢面对 又或者是因为她在河北 还有自己的家 她不能离开 因为一份责任 你可以理解吗 我不怕理解的 谁来理解我爸这种白话 他先理解我爸 我可能会理解的 谁来理解我爸我妈 我要把我女女儿带回家 就是我想问你女儿 在那边问话呀 我心中还做十分的痛苦 那你们师父是不是愿意 把李文粉和他的孩子们 都接到云南去呢 只要他愿意的话 这孩子我们能把他接过去 行吧 你们先休息一下 先平复一下心情 来把屏幕关了 说实话 你跟哥哥愿意回忍呢 跟妈妈一起回去 我愿意 我如果哥哥和我家 跟着妈妈去外公家 过那种好生活 那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我们心里 我们应该有责任 去承担这一切 但除了责任之外 你真的 在这个河北的这个家当中 除了妈妈之外 你感受到了别的爱 奶奶对你好吗 奶奶不喜欢我 他们都喜欢儿子 而且我从小就有病 多少次都跟妈妈说 你把它扔了吧 你重新生一个健康的 然后妈妈就这样 就这样用她自己的力量 把我养这么大 医生都说了 都跟我妈妈说 我妈妈能把我养到17岁 就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你跟你妈妈好像啊 在这个家庭当中 都得不到温暖 奶奶不喜欢你 也不喜欢妈妈 但你们偏偏还要待在这 因为一份责任 你是从妈妈身上 学到这份责任吗 是 但你并不快乐 但是我觉得责任更重要 20年前 17岁女孩吕文粉 跟随云南家乡的姐妹们 挽出工作 懵懂中 不幸被带到了 河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被迫与现在的丈夫 组建家庭 在吕文粉被迫组建的家庭中 有几个现实的情况是 丈夫高度近视 并车祸 握冰在床 女儿李娜 先天脊柱色弯 婆婆 身胖癌症 全家的重担 都落在了 吕文粉身上 20年来 吕文粉对家乡亲人 极重自用 也对自己的遭遇 极为不满 但是在父亲苦苦寻找 20年 终于能相见的时候 吕文粉却躲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 吕文粉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那么今天 她会来到现场 接受女儿 以及寻找她 20年的父亲的告白吗 我们可能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当事人吕文粉吧 想要知道 这个妈妈 到底是怎么想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你能下吗 能 你小心点 好 回过头来 我问你几个话 你妈会来吗 她那么倔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来 但是 我觉得她会来 她来了之后 还是不答应呢 要怎么办 我会想办法让她回去 如果妈妈反过来 提出来说 行 要一起回 那你愿意跟她一起回吗 我不委屈 我要留在这个家 好吧 你跟你妈一样去 让我们一起到处五个书 看看吕文粉会不会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清安剑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又让我重新的理解了一次责任啊 原来责任不光是对于自己所爱的人 也可能是对于自己所恨的人 但只要是家人 他也有责任 我现在已经是行尸走肉了 行尸走肉 对 我可难从一个农村妇女嘴巴里面吐露出这四个字 我就是行尸走肉 那你说一下为什么你是行尸走肉 什么爱情 什么家庭 什么友情 什么美好的生活 什么工作 什么穿漂亮衣服 对我而言 等等都是顾雅一样 我现在就是要我的女儿好 把我的那一条财势 完成得妥善的安排了 这样 我放弃我的父母 我在我心安里的 我每天都在想我的父亲 我每天都在那一条财势 我每天都在那一条财势 你都在这种财势 我 Fahrenheit 我每天都在还好 我来讲 我觉得我们跟我们一 爹 有点好 我都在蛳 那你俩 我来讲 我来讲 你 那时 我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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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他也想爸 是 他无时不刻都想 尤其是我爸爸生日的时候 我爸爸是正义十九生 我妈妈是九一十两生 我都会偷偷的一个人 我们家樊子边下有个水库 我曾经自杀过 自杀过 看见 可是我没有把我的精挑段弄威了 最后活着了 从哪里可起 我不再自杀 我也不再想任何我奢望的东西 我就是想这样一步一步 带着我的责任 带着我的女儿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你的这份奉献的心情 你丈夫那一家子感受到了没 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 那你还要继续奉献下去 可是我自然的放不上 这是一份纯苦吗 这样 李娜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你不是要告白吗 好不好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 接下来是李娜的告白时间 妈妈 吉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 你不是要紧张 Need for 这就你们 置信 我 我 身份 你 柔 你 我 那么 你 你 你 我 你 生子 我活一年 我活一年 活两年 活两年 你怎么这样啊 你知道妈为了你 我一生都没了 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 我想了只要你这样看 我没有逼你 不要逼我 外公有舅舅 我只想让你回家 有你妈妈不苦 只要你这样这样看看的 我就是因为我拖累了你 爸 对不起 你这么多年可乐 对不起 爸 放开 他不要爸 他人家可以回气 爸 你想不到在哪个亲户家庭呢 你看你那个公公住我 妈 你那个公公可不回你 养了 你都要 对不起爸 至少你还要哥哥 还要弟弟 可是那个家没有我的话 真的他们没有办法生存 爸 压量我 真的对不起 看学者这样怎么到 我 怎么去救救 我 怎么去救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这个是小赵 爸爸 我希望你替我照顾好爸爸 可以吗 我真的不能跟你们回去 请你们谅解 好不 农村的父亲跟自己的女儿表达爱一次 多半都是拧着耳朵 轻轻地拍脸或者打屁股 我不认为那是打 你也想想二十年的感情无法抑制 上来之后有这样的冲动完全可以理解 你不恨爸爸吧 我不恨 爸爸打我应该 那以后如果不能回家 你就时常回家看看吗 可以 要是他们经常会去看我就不会躲到现在了 我不相信他这个白话 弟弟相信吗 我也不大相信 毕竟你看到了他们家他也跑了躲着 只要能回去的话他也不是不知道我们老家 你看我爷爷奶奶八十多岁了 他早就回去了 他们都不相信你会回去 他们实在是太渴望你回去了 二十年了 我问一下老父亲还有弟弟 你们从云南哪里啊 云南昭通 云南昭通到河北 芝加庄进新县 这也是坐火车来的 对坐火车 要坐多少天 两天两夜 对着慢车 有的是拖延时间还得多一点 可以说是千里条的 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 你这个责任怎么履行 因为父亲 因为还有我还有个哥哥 还有个妹妹 还有个弟弟 他们都很优秀 可是我的那个家只有我自己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们家里有几个的 其中有一个可以不回家 永远可以不要回 我真的放不下姐家人 因为在在那个村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瞧得起他们 我总经常为了这一家人 经常会边吵会边闹 一个人的一生 最重要的要负责两种人 一种是生你的人 一种是你生的人 你不要只顾着后者 而忘记了前者 百善孝为先 妈妈其实上可以先回去看一下 自己很多年没有见的母亲 父亲在云南 陪他们住一段时间 其实上我觉得是不耽搁的 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 然后再回来 适当的时候回去看看 父亲母亲 李娜的身体好了之后 她十七 哥哥十九 他们俩也都能够独立了 也可以为家庭扛起一番责任 你可以抽出空来 经常带他们一起回回家 虽然说是千里条条 现在交通工具挺方便的 你说呢 好了我问你 你经纪就现在不跟我回家 你跟人就是说是到姑娘 回家看看你奶奶 你外婆 看看我这两个 个钱 爸我答应你 好嘛好嘛 我以为你再说一次 我要是有经纪难力的话 我会每年回去 会看你们一次 嗯 我再也不会 怎么回家你 所以吗 小赵 请你照顾好爸爸 大姐谢谢你 说你啊 好可怜 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